世界佛陀的独生奔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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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所以会痛苦 是因为他有执着 而产生贪心 撑心 愚思邪见 傲慢 嫉妒怀疑 然后他一直贪ci 他就会一直伤害自己 最明显的就是 开始生病了 开始痛了 夫妻关系不好了 事业不顺了 就会这样了 跟这个世界就抵触了 对抗了 那我们所以要转念 那么观音菩萨 那就是我要把我自己完全的放下 跟着阿弥陀佛学习观音菩萨 这种平等没有分别的 观自在的这种智慧空性 只管对无分别的各种众生慈悲 特别各位你心里恨的时候 你要记住 当你对某一件事情抱怨 对某一个人不满的时候 危险就来了 烦恼就来了 云青在主就会找这个机会找你 因为你的心里有问题 它就会侵入你的身体 伤害你的修行跟事业 要琢磨 那那个时候你只要赶快 阿弥陀佛学习观音菩萨 完全的融入 无我的 然后学佛菩萨的慈悲 那各位要这样子来拯救自己自立 也来拯救众生 那无量无边的众生各有各的烦恼 但是慈悲心可以化解一切 慈悲无障碍 因为有了真正的慈悲心 那么加上佛的加持 他们的贪嗔痴啊 所造的恶业啊 通通可以消除 这个叫奥马尼伯明后 天道的人骄傲 阿修罗人道的人喜欢嫉妒战争 人道贪欲永不停止 那第一道恶鬼道 哎呀更苦了 很严重的贪嗔痴造了恶业 所以我们要赶快转变他 奥马尼伯明后 愿诸佛菩萨的大悲心的加持 让他们各自的这种 六道的烦恼跟六道的恶业 都帮他净化掉 愿他们一起发起六道众生 皆有佛性 愿他们用他们的佛性 只要他们发起了愿成佛的菩提心 然后诸佛菩萨加持他们 奥马尼伯明后的大悲心 也感动他的心 也会用他的慈悲心 当他用他的慈悲心的时候 也愿意感恩佛而发起菩提心 那个时候他们各个都超度了 一直超度 所以我想各位 不是说我们对别人是如此 对众生很会念阿弥陀佛 从来不对自己念阿弥陀佛 从来不对自己慈悲 这是错的 那佛教是你必须对自己慈悲 你必须善待自己 你才会对别人慈悲 如果你心中有恨 你怎么对别人慈悲呢 所以各位一定要让自己内心保持 不恨的状态 不抱怨的状态 不生气的状态 如果你要生气 你有一百个理由可以抱怨跟生气 你看那个帐篷又不高 晒太阳 饭吃的不好 我位置坐的不舒服 你要抱怨 那整个世界都会黑暗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变化无常的 你要接受这个变化无常 接受这个因果 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 佛陀跟我们讲的这个三法印 你要看清楚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变化无常无奈 人生苦短 十之八九不如意 结婚呢 结婚原来是如此 这样就好了 你要把这个事情看清楚 接受它 超越它 但是烦恼来了 处理它 赶快 赶快拨热心经 赶快拿摩阿弥陀佛 都可以 你要懂得 烦恼来了 妄恋来了 不舒服来了 你赶快转念 所以各位刚刚拿了一个烟供包 去布施的时候 内心平不平静啊 那个叫平静 平静不是什么事都不干 平静就让你懂得关心别人 因为你用平静的心 去做平静的事 也让众生得到平静 因为他在饥饿 他在生病 他在苦 他在没有水喝 所以我们布施给他 让他得到一种外表的平静 身体的平静 然后进一步让他心里得到平静 所以各位你念 要告诉你自己 我要保持平静 保持慈悲 保持包容 保持原谅 不要让自己 你要善待自己 对自己慈悲的人 才有能力对别人慈悲 假设这个法师很爱生气 那我讲的都废话 我从头讲到 我都在骂你 因为我有生气的心 讲出来的话就是 让你死 让你死 这样 不管我怎么样念 里面都不好 所以我认为 唱歌好不好听 不在意调 对不对 而是 哇 这个唱歌 就像一个小朋友 阿公生日了 他很高兴 阿公生日快乐 哎哟 阿公一听 哇 那个最美的声音 因为他知道这个孙子 很希望他快乐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各位心态 你要随时让自己 安住在空性平等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念阿弥陀佛 念奥马尼伯明奉 念观音菩萨 所以各位刚刚 你平常不会念很多仪轨 至少你会念这个来 奥阿奉 就投下去了 奥马尼伯明奉 就给他超度了 这样 所以你去洗碗 你有一些残渣 你都把他奥阿奉 化为干净无量 你都给他奥阿奉奉奉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你的布施 得到一个超度 什么叫超度 没有烦恼 离苦得乐 要超度 所以我希望各位 你要先超度自己 好不好 从昨天超度 今天超度 明天要超度 结果你回家 一点都不超度 那这样就没有用了 所以像我一样 我跑来跑去 每次我碰到很多心 师父 我说 我就问他 你看我有没有变 一年看我一次 两次 我又没有进步 外表一定是不行 越来越老 但是我讲的是心态 我的心态 有没有越快乐 我跟你感觉 是不是很悲剧 很痛苦 不会 对啊 我们每个人都要 越来越进步 这个就是供养佛菩萨 供养佛菩萨 就是每次去看爸爸妈妈 都让爸爸妈妈觉得 我们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快乐 爸爸妈妈才会安心 所以希望大家 但是你只要认真 一定会进步 不要用烦恼心来修行 不要用有所求的心来修行 不要用执着的心来修行 要全然放下 放下就是把自己的不好的念头 都给他放下 大家不是为了钱来 不是为了恨来 不是为了交男朋友来 不是为了满足欲望来 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各位在做早课啊 做晚课啊 在家里打坐啊 那你就要放下 专心的让阿弥陀佛来加持你 专心的让自己的心 投入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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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钟头 哇 那个时候啊 那个业的流啊 那些不好的就断掉断掉断掉 那你那个时候你就 那个时候就 病就不会再发作 因为什么 因为你擦药了 你擦药了 你已经让你的这个心态 不再刺激你的痛了 所以所有的痛就是一个 一个不好的心态 不甘愿 抗拒的心态 一个人为什么会骨头断掉 因为很骄傲 批评这个世界 很主观 所以你每次都会跌倒 每次都会断掉骨头 所以因为你的想法 但是你没办法24个钟头都保持 但至少每天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 擦一只箱 我现在做烟共擦一只箱 这个箱两个钟头 那我要保持两个钟头的八观再戒一样 保持两个钟头的 自会以慈悲 所以各位养成习惯 所以我很喜欢一直做烟共 如果我一个人不管借助在哪里 窗户打开 我做一个小小的 然后我就会一个钟头加一些饼干 加一些烟共 我就一直不间断的 保持在一个 一个慈悲心 愿众生 袭击解脱 远附近的居民 闻到这个香味 这里面充满佛菩萨的加持 也充满了我们各种的功德 翁阿弘在这里面 那你24个钟头 10个钟头 保持一个慈悲清静的状态 所以一日一夜八观再戒 功德太大了 为什么 如果你一日一夜八观再戒 不伤害众生 没有贪念 保持悲心 你能够守一日一夜 不得了了 二十小节的富贵 六十小节不堕落三二道 你发起成佛的菩提金 念一下 两百万节 富贵自在 不得了了 肖无量业长远离病苦 向好庄严 所以各位 人生难得 如果你懂佛法 你不会急得要去赚钱 那个赚钱 那个是有限的 无偿的 赚功德 对不对 赚功德 一天一夜的八观再戒 可以让你中平往生极乐世界 念一下 七世升天 升到涛利天一次 三千六百万年 三千六百万乘以七 一天一夜 可以让你享受 天到三千六百万年乘以七 你还会去忙世间的赚钱 随缘就好 把握机会 修行 做功德 如果你用慈悲心 手八万载戒 哇 两百万戒 那不用算了 对不对 所以 黄金白银飞为贵 唯有 加沙 辟奸 能够手八万载戒 端期出家 所以各位 你这样想像我这么会算的人 算一算 我当然会出家 我是生意人 我不想浪费生命 我要做大生意 赚多一点功德 一切为众生就变功德了 一切为自己变福报了 这个福报享受会完 但是所做的 回向众生 回向成佛 回向极乐世界 这才是最聪明的知识 对不对 因为你成佛了 你可以帮助 所有你爱的人 关心你的人 所有的众生 都因为你成佛而成佛 记住这句话 我们现在没有在度众生 因为我们现在是 透过别人结缘 这样而已 如果你现在有所求的 说我在度众生 你会很烦恼 因为你 你还不到佛的阶段 你想要度众生 你就会有傲慢心 你就会有退转 因为 死不上力 但是我们现在是 大家共修 共修 彼此互相鼓励 然后自己还是保持 惭愧心 惭愧心 只要有一个众生 还没有离苦 还没有成佛 那我们 哪可能会成佛呢 所以成佛要发起 就是说 我要让所有众生都成佛 为这个不断地精进 精进 就算哪一天 你真的成佛了 你都还在精进 你都还在努力 因为成佛的目的是帮助众生 做医生的目的是不要有人生病 对不对 做警察的目的是不要有人车祸 那这个世间 有人在生病车祸 那都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各位要一直这样想 所以一个佛的力量不够 来 十方诸佛加持 所以我们每天要念佛 念法 念身 念所有的佛 南无十方法界 所有佛 所有法 所有身 所以一直为这个 在为整个世界 所以各位要把香港 把中国 把地球 当做你心中的责任 把所有众生 当做你心中的责任 因为如果你不发起这个心 那你就不可能成佛 你修的不过是一个福报 这个福报 如果你要真心的发菩提心 那你要一直一直故意的 把所有众生都放在你心里面 所以念下来 众生念佛 佛念众生 原来每个佛都在念众生 不能他称佛 所以你要一直想办法 学佛的心 所以我们叫一心念佛 那你就要想着所有众生 不要再想你自己 如果你在想你自己 你又烦恼了 你又怕了 你又用心机了 那你就会开始头痛 生病 腰痛 因为你开始用心机在摧残自己 所以各位 昨天可以错 今天不要错 早上可以错 下午不要错 前一个念头可以错 后面这个念头不要错 因为你已经听到佛法了 如果你各位 你听到佛法了 还故意要让自己去 谈成吃犯错 那你将来叫一禅体 没得救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佛法听闻的状态里面 故意去抵触他 那你就 你生生世世不再有机会 就算你出家 你也听不懂佛法 你就会造成一个很可怕的业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学佛 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学佛怎么还是做坏事 因为他过去 在懂了佛法的时候 没有真心的忏悔 而且听到佛法 你还就说不要生气 结果你还故意去生气 那你前面的累劫的功德不见了 因为你没有归一三宝 归一三宝 就是你要按照三宝的教界去实践 你现在已经 自己的想法跟阿弥陀佛在抵触他了 你在违背你的戒体 违背你的伤归一 那这样你就等于 你会伤害你自己 所以各位呢 我们谁都犯错 我们随时不可 都会不小心就犯错 明明是一个不好的念头 你要马上把它断掉 你千万不能 不能故意再保留这个念头 所以 昨天我们暂性也讲 我们现在按照佛教跟各位讲 那个念头是不对的 跟对方抵触是不对的 要求对方是不对的 一切只能靠你自己 你自己改变了 对方就自然改变 你是这个心态他就这样 你是这个心态他就变这样 原来这个世界是你在主宰的 好好坏坏都是决定你 要叫万法为心所造 为事所现 你改变了 所以佛教虽然我们要帮助整个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帮助来自于你自己 圆满了 你自己成佛了 你就坐在那边 整个世界都得到你的价值 你的心态是在保持一个悲心 那世界就跟着你改变 所以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 那是不离开你的心 所以在这一点 佛法没有高没有低 没有哪个法门对不对 那能够对峙你心的 那就是对 能够发展你的悲心的 那就是大乘佛教 那既然我们是大乘佛教 各位就要负起这个 来 普世责任 众生的责任 你要主动去做 虽然各位我们很会念众生责任 但是你要开始学习 不要太自私 不要坐在车上就眼睛闭起来 车上有五十个人 路上有多少人 海里面有多少 所以每次看到水都想要 这个水里面的鱼 安享天年 每次看到这个水 我可以救很多要被杀的 放到这里面来 看到土地 我这边可以盖寺庙 那边可以盖护生园 你要一直想办法 把这个世界都成为众生的净土 把所有众生都让他渐渐离苦 先救他的命 再救他的心 所以进一步呢 让他去净土 让他最后成佛 但是佛是什么样子 你要了解 所以各位要多听佛法 看佛经 佛是什么状态 佛具足什么功德 以及佛在阴地里面怎么修 那我们要把这个道次第 菩提道次第 通通经常念习的很熟 而且你专心在修行的时候 你对这个世间的财色民事税 就会一直没有 而且你会有罪恶感 当你想要去追求爱情 追求金钱 你会有罪恶感 这个叫佛性 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罪恶感 甚至当我嘴巴在讲别人缺点 批评别人想要骂人 我一点罪恶感都没有 一点惭愧心都没有 那你已经离开你自己越来越远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各种方法来提醒自己 你透过拜佛 早上讲了 礼敬诸佛 我们要消除傲慢 我们要承担众生苦 我们要进入佛的功德 从凡夫地进入佛地 礼敬诸佛 你要知道我拜佛是为什么 进一步大慈大悲 我用我的身体来承担所有众生身体的痛苦 我愿意我礼拜的地方都成为一个净土 所以你要一直生起不一样的念头 所以像各位听我这么说 很多人说 师父我已经拜十万拜了 我说你给我讲这句话 你很骄傲 你根本没拜到佛 拜佛是拜一次消灭一次傲慢心 拜两次消灭两次傲慢心 你根本毫无傲慢心 才代表你做完佳行 结果你做完佳行 还一直想要显现自己的傲慢 甚至我有做你没做 哇好可怕 你不知道在拜什么 因为你的动机有问题 你可能下辈子会得到一个不错的身材 你拜了十万拜 但是你的心呢 却有十万次的傲慢 十万次的不懂的感恩 十万次的不慈悲 这个是你比较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想修行是 让我们深口意 通通通通通安住 怨阿弘 拿摩 完全的融入 那这样我们就会非常的圆满 我想佛教的原理 昨天有说 我们的心造的业 就会产生一个业力 然后这个心造业的时候 所得罪的众生 那就是你的冤心在主 所以虽然我们懂的心是错的 但是你业力还是要忏悔 然后呢 冤心在主要回向超度它 然后自己也不断调整自己的心 你也不能说 我就忏悔就算了 我就超度冤心在主 你把冤心在主超度了 结果你心没有调整 那还不是一直招感冤心在主来 比如说 人家跟你说 你有个感情在主 造成你离婚 好我赶快写个网声 超度排位 超度感情在主 超度完干嘛 我继续找老公啊 那你还有欲望 你还有这个情欲 第二个冤心在主又来找你报到 一个来一个去 一个来一个去 所以我的讲法不能偏哪一边 冤心在主要超度 但是心念 不要让它再起心动念 不要再重复造的业 但是已经造的业 你不忏悔 那也不行 那佛陀给我们讲这些方法 所以他要我们消除业障 但是你要累积资粮 一个人福报不够啊 你叫他要看到空性是什么 什么悲心是什么 看不见 一个人福报不够啊 你叫他相信阿弥陀佛 他相信不来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不断的 广修功德 累积资粮 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资粮 都是回向给法界众生 回向成佛 回向净土 那这样呢 你的功德 才能够保住 这个功德就像一个冰块 你随时放在太阳下 太阳一晒 它就融化掉 不见了 这个功德 要放在空性里面 回向住净土里面 你千万不要去执着 我们所做的 做完以后就要放下 没有我 没有你 今天我给你十万块 没有我在做功德 也没有你在接受我的功德 也没有这个十万块 这个十万块也是一个幻化的 金钱是无常的 你要永远这样 这个叫什么来 三轮体空 所以你问我学佛怎么修 佛教不离开禅宗 也就是不离开正念 不管你用什么名字 就是说 你听到的道理 你读心经 你念奥马尼备美奉 慈悲心 但是你有没有 现在一直故意保持这个心态 所以就像我以前 我要回家见我的爸爸跟妈妈 或者见我的哥哥 我都做全形的 我就 因为我不能把我自己 又拉到我是他儿子 我是他弟弟 然后又引起过去式的业 所以为了要见我的这些过去 跟我有这些情缘的 有业缘的 我要更认真 我要保持正念 不然回去以后 我又还俗了 要见吗 我又跟家里在那边 五四三二一了 过去的业又来了 所以这一点各位一定要记住 所以你在这个事件上 事实上跟你在你左右的人 你的先生太太儿女 昨天你的大部分都是你的最亲爱的人 爸爸姐姐儿子女儿 所以你要很小心 那各位你现在在修行 那你只是运用这个假的因缘 去给他真理 可以了 但是你又不能落入那个情感 我知道很痛苦 明明你很恨他 很恨他 所以那天有人问我说 师父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 我的女儿跟我合不来 两个人她一直找我麻烦 我真的给她去的半死 快死了还去的半死 她自己生的女儿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上辈子妈妈是大老婆 然后呢 她现在生的女儿是她的 她们两个一起嫁给同一个男人就对了 你看她两个要不要吵一辈子 那现在又来做母子 所以一个妻一个妾 现在做母子 两个现在还在干 谁也不服谁 所以她又被过去的业又卡住了 所以那你现在用那我是你妈妈 你为什么做女儿不听我的话 那你也被现在的业卡住了 那现在我们学佛了 那怎么办 我是观音菩萨 因为我在念的时候 我是观音菩萨 所以我必须用一个清静的心态 尊敬你的心态 对你慈悲的心态来跟你相处 不然还有一个太太跟我说 师父我受不了了 我那个老公真花真花 然后每天赌博对我不好 那为什么 为什么她离不开她 为什么她离不开她知道吗 她这个老公是她上辈子的唯一的儿子 妈妈不会放弃儿子的 但是儿子怎么会对妈妈有兴趣的 早就没兴趣 但外面还有老婆的 但是她又落露了 一个放不下 一个执着 妈妈永远一直念儿子 一直念儿子 所以她的先生在她面前 一点身份地位都没有 因为太太在讲话的时候 就过去妈妈的口气又来了 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被这个业卡住了 但是修行 那你要学习 当你念心经的时候 当你打坐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全然放下 全然放下以后不是醒过来 出定的时候又恢复 那你要用你所思维的方法 来对待你的妈妈 对待你的儿子 对待你的太太 要这样 但是如果你现在还没办法 那至少你要保持正念 千求阿弥陀佛加持 等一下我要跟我太太讲话了 等一下我要跟我先生讲话了 一直念观音菩萨 因为你要先修前行 修前行不是光法会要前行 当你这个 这个事情会让你起心动念的 你就要开始准备了 一直准备 所以就像刚刚说 各位要去投了 你现在变观音菩萨 因为你有悲心 投下去才会变甘露 如果你没有悲心 投下去变一包垃圾 又要给人家烧焦了 所以你要加住那个念头 当然我们没办法百分之一百 但是朝这个方向 有三十分变五十分 有五十分变六十分 哪一天变一百分呢 那就成佛了 那至少你知道为什么要努力 精进 精进保持在福慧双修 精进保持在空性悲心 那这个佛陀说 他可以加持你 但是他不能帮你修 你要自己愿意精进 你越精进就像你窗户打得越开 佛光加持越大 你的镜子越干净 然后投射就越大 所以不能让各位 也不能让我们自己 一直被世俗的心态 所拉去 所影响 所以愿大家经常坐在天空下 享受自然 思维佛法 所以各位一定要让自己有时间 去离开家里 一天七天 住在寺庙 清净的寺庙 住在树下 好好的按照经典 去专心 一天念一遍地藏经慢慢念 整天都在做地藏菩萨 不是念完地藏经下课了 我今天念一部地藏经 整天都在按照地藏菩萨的本愿 在修行 也思维了地藏菩萨 过去如何发心的 地藏菩萨 度的对象是什么 就让自己在一个地藏菩萨的深口力 就叫地藏三昧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七天 就叫地藏佛妻 阿弥陀佛佛妻 所以七天都在极乐世界 七天都在阿弥陀佛的悲心 七天都在阿弥陀佛的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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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功课 我一天要念一万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一直看 九百九了 我念完了 然后呢 这个就变成很骄傲 我念完十万遍了 念完十万遍了 一点味道都没有 因为你的动机 你在赶时间 所以我想 他跟我们讲一万遍十万遍 他是叫我们 给我们一点努力 但是不是变成为了一万 是要有十万遍的往生净土的快乐 是有十万遍的求生净土的愿力 甚至有十万遍的阿弥陀佛的悲心 那不得了了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各位 你抓到这个方法 你做什么修行都可以 但是你这个修行 一定要让别人感受到你的清净 你的味道 你的人格 你的待人处事 所以 虽然你很讲慈悲 结果你这个 这个颜值笔写一写 没水就给他丢掉 你在旁边看 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慈悲 这个颜值笔用完了 应该感谢他 谢谢 既然没有水就给他 就丢掉 摔他一下 甚至 那这样就完全跟你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上回我跟一位法师在东南亚 人家给我们很热给我们椰子吃 结果我们一打开就好热喝椰子 那位法师抱着椰子 跟他谢谢 谢谢 这是椰子蛋 椰子树生 这个椰子是要传宗接代 对不起 我把你拿来吃 阿弥陀佛 他先有感恩的心 阿弥陀佛 因为他想的是对方的立场 那我们口渴的人是想到我的立场 那当然不一样 所以我想各位吃顿饭的时候 感谢三宝的加持 让我有饭吃阿 哦 感谢六道动生的种种姻缘 创造了这个饭阿 所以你既然自己要吃饭 那要去想到其他众生 是不是都能够圆满吃饭 那佛法的每一个仪鬼 都让我们觉得 这个时候毫无贪嗔痴 充满了虔诚 充满了祝福 更把这个功德 要回向给众生 充满了慈悲 那这个就是佛教的修行 修行是让我们的心 不是负面的 就一直保持在一个正面的状态 老实说就像一个女孩子觉得她很幸福啊 她家里对她很好 老公 她就不容易生病 因为她很幸福嘛 她睡觉也很好睡 当一个人觉得她不幸福的时候 心情不好睡不好 吃不下 脸色苍白 病就来了 痛苦也来了 世界也跟着她糟糕 为什么 你一个人生病 全家就很烦恼啊 你的朋友一跳 哎呀她生病 她心情也不好啊 所以不是光影响你的家人 万法为心灶 每个人的心都在影响整个法界 整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好好坏坏 是有情的心的贡业合起来的 所以因为如此 所以各位要负责任 我要对整个世界都要负这个责任 我不能让自己有负面的心态 有这些五毒烦恼 因为这个贪嗔之烦恼 就一直在制造地狱 恶鬼道制造痛苦 也唯有慈心悲心菩提心 无所求的空性 才会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圆满 这就是佛教的本意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我要去哪里修行 谁缘啊 修行在你心中啊 你不要依赖环境 这个世界的环境 连寺庙都有变化的 这个世界 你没办法 去哪里追求一个清静 有时候很困难 如果你有福报 那当然这是个很好的助援 但是如果 基本上都在你心里面 你要让自己的内心 保持在这种 刚刚讲的 慈心悲心 菩提心 追求真理的空性 拿摩阿弥陀佛 然后每一件事情都变成拿摩阿弥陀佛 所以修行不是在佛堂里面 如果你能够把握 我煮菜的时候也在阿弥陀佛 我走路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都在阿弥陀佛 什么叫阿弥陀佛 希望大家开车平安 希望他们都能够进入解脱之道 成佛之道 就是用一个利他的佛心 佛的心就是利益众生 全然的利益众生的心态 去开车 去做生意 去生病 你生病的时候也不要为自己可怜 生病的时候 为众生念观音菩萨 念大悲咒 念药师佛 用这种心 来接受你的生病 但是你会发觉 十天的病变两天 而且你也帮助了整个医院 如果医院里面有一个病人 用的这个悲心 在为整个医院 整个法界 都在念阿弥陀佛 念观音菩萨 念大悲咒 那医院真有福保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来这个八香古证 来念一下 共善业 我们大家共同的善业 善共下师 各位有安忍 坐在那边有些晒太阳 有些不舒服 但是我们忍 因为我们为了要利益众生 但是 当然讲过了 为了要利益众生 我们更要保持 无所求的平静 所以 而且了解一切都是暂时的 我们早上来 等一下四点到 法会结束 对不对 一下就过去了 但是每天都做得很充实 却放下 但是法会还在延续喔 你回家的路上 一直到你家 一直在延续的 法会永远没有停止 为什么 法轮长转 只要你的悲心还在 那这个法会都一直在持续的 一个有悲心的人 住在一个酒店 请问那个酒店有没有福报 那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有悲心的人 到了一个人的家庭 他们全家有没有福报 对了 你记住这一点 所以我出家以后 我比较有这个感觉 因为我有出家 出家人 人家就希望你修福报 能够带给他家庭好 带给他们公司发财 人家带我们去医院 就希望我们出家人去看看病人 他会好一点 看看往生者他会超度 原来我出家就是这个责任 所以 那我必须让自己保持这个状态 去有灾难的地方 去有痛苦的地方 特别监狱里面 我到监狱怎么说你知道吗 监狱坐在那边 来 现在出狱 他们就眼睛真的很大 为什么 心出狱了 你不要觉得你被关了 你现在念阿弥陀佛 你已经在极乐世界 出狱了 出狱了 你不要觉得你在被关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在被关 你就很压抑 所以你的内心要超越这个关跟被关 我的内心里面 在现在我在念佛 我在帮助同样的受刑人 也感谢这些长官 对不对 那你的内心里面就超越了监狱 但是凡夫虽然 虽然在外面很自由 他内心却关在贪嗔痴里面 我要成功 我要做董事长 我要买车子 我要谈恋爱 我要抓住我老公 那你不是在监狱里面吗 这个三界如火载 那三界 因为只要你有贪嗔痴 那你就被永远控制住了 叫三界如火载 所以呢 六道轮回 这个六道 你有六种根本烦恼 那你就在这个六道里面 永远被关得死死的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修行你要知道 目的在哪里 不是追求外表 不是追求永远的健康 不是追求永远 老公很爱我 儿子很孝顺 那你又被他卡死了 无所求的 只有慈悲 你对我不好 我也对你慈悲 你对我好 我也对你慈悲 只要你能够 离苦得乐成佛 因为我们目标抓住了 所以虽然他跟我们讲世间的话 但是我们会给他转为佛法 所以有时候我跟 这些领导在吃饭 打工得主在吃饭 他们找我 但是我只是跟他们讲 你的心态怎么做 你才会官越做越大 你心态怎么做 你才会赚钱 先引导他们 你全然的为民服务 为国家服务 所以有很多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 台湾他们有选举 他们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如果你是为国家 为老百姓 你去参与这个选举 这个动机 活菩萨 护法神都会护持你 老百姓也会喜欢你 对不对 那你自然 这个心态就会让你当选 你要满足的 这想法 但是如果你没当选 那是因为你的心态 动机有一点问题 所以我想我们必须 懂得这些简单的方法 所以各位刚刚在念 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 那我们要祝福哦 今天这么多人布施 像各位今天用灾 有人供灾 今天八项古庙 替我们准备场地 帮我们提供我们 这么好的庄严 每天的法师帮我们祝念 哎呀我们都随喜 看到这么多人在上供下施 焉供要供 打灾供生 那我们都要随喜他 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 希望他们呢都得到真实的利益 现世的安乐 来世的解脱 特别我们出家人每天都要持念 为什么出家人又没有在赚钱 也不能赚钱 出家人从早餐到晚餐 穿一件衣服都是人家布施的 所以要时时刻刻感谢这个空性 为什么离开世界 离开众生就没有我的存在 我们出家人就是 把这个当做你的修行 原来一切都是缘起的布施供养 我才能够活着 才能够修行 那我想各位列一下 降魔成道 你要成道 那魔都在你身边 所以八大人月经说 四种魔一直在你身边 身心里面 但是你不要变成魔子魔孙了 只要你有所求的时候 放异自己的时候 起心动念的时候 所以我这样讲老师说 你看到喜欢的男人 你看到喜欢的女人 你就会起心动念 对不对 你看到喜欢的衣服 好吃的 你就会起心动念 但是这是正常啊 各位不是排斥他 这个念头的本身 就有佛性 贪嗔痴慢疑 你能够看清楚他 你就变成圆满了五种大智慧 所以离开贪嗔痴慢疑 你不可能成佛 而不是去排斥他 跟他对立 这一点要知道 所以并不能说佛会看不起众生 看不起众生你就不可能成佛 佛是需要众生 有了众生才需要佛 所以没有黑暗你怎么会有光明 所以佛法里面就叫你看清楚他 了解他 形身波罗波罗蜜多识 分析他 不要被他这个像 凡所有像都在骗你的 所以都是虚幻的 那你要借这个境界 去修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厨师的反思 餐馆的厨房就像是地狱一样 无数的生灵在此丧命 而让他们丧命的就是那些厨师 黄师傅 你说你要辞职 这是为什么呀 我给你的薪水可不低呀 老板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但这不是钱的问题 哦 那是为什么呢 我不想再从事厨师这个职业了 我想转行 黄师傅 像你这样数一数二顶尖的厨师 但是 竟然想要转行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 要是再这样下去 搞不好 我也会像老王那样 哦 黄师傅 你不会也相信那些学佛人所说的话了吧 嗯 没错的 老王是这家餐厅的一位老厨师 他从事这个行业将近三十年了 最拿手的菜就是清蒸活鱼 而且他做的鱼被端上餐桌的时候 鱼嘴还能不停的张合着 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清蒸活鱼味道最佳 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样的烹饪方式 非常残忍会遭到报应的 果然老王染上了一种怪病 大姐 王师傅他前几天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病得这么严重呢 是啊 大姐 王师傅他究竟是得了什么病啊 他这是自作自受 遭到了果报 哦 老王 最近怎么一直闷闷不乐啊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别提了 自从我老婆学佛之后 我都快让她给烦死了 天天跟我讲什么因果报应的事 学佛的人总是想劝说所有人都不要再杀生 大嫂他学佛了 一定是不想让你再做杀生这种行业了吧 可不是嘛 他整天说我每天都残忍杀生 实在是作恶太多 早晚是要遭受报应的 大姐 莫非你说的意思是指 王师傅他因为杀生太多 而遭到了果报 嗯 没错 他每天都会烹制清蒸活鱼 一年下来成百上千条鱼 都被他残忍杀害了 那么多条生命丧生在他手里 他怎么能不遭到果报呢 大姐 你想的太多了 我们厨师载鱼杀鸡是很正常的 怎么就会遭到果报啊 是啊大姐 王师傅只是突然发病 哪里就和因果报应给扯到一起了呢 难道你们就不觉着他这病症奇怪吗 浑身突然起了水泡 又痒又痛 而且有时还感到胸闷 呼吸困难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像是被关在了蒸笼里一般 不要过来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啊 好痛 痛死我了 不要怕 我在这里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啊 刚刚真可怕 啊 你们怎么来了 不好意思 刚才又做噩梦了 你是不是又梦到了那群被你杀死的鱼来找你索命了 是啊 太可怕了 我梦到那些鱼在不停的咬着我的身体 真是太痛苦了 啊 老王 莫非你得的 真是因果病 嗯 原本我并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 但这一次的经历 让我确信这个世界真的有因果报应 你们听我一句忠告 趁着果报还没降临 赶快转行吧 不要再煞声作孽了 如果菩萨亲眼看到老王生病的惨状 我也不相信 他那时遭受了果报 唉 他身上的皮肤和那些被清蒸的鱼一模一样 真是太可怕了 黄师傅 这么说你也是学佛了 是啊 我现在也开始学佛了 希望能够弥补自己过去犯下的罪业 黄师傅 你不做厨师的话那打算做什么呢 我现在还没想好呢 说真的 守着油盐酱醋那么多年了 除了做菜 我还真没有什么其他的专长 就是嘛黄师傅 你改行后日子也不太好过 我们店里黄师傅病了 你要是再走了的话 我的日子也不好过 不如我俩都各自退一步 呃 退一步 是啊 你不是不想杀生吗 那以后宰鱼杀鸡的事就交给别人好了 让我烹饭他们 我是做不了的了 我当然 不会让你再做那样的菜了 不过黄师傅 你的那两个拿手菜可不能不做哦 黄师傅的两个拿手菜 一个是鱼鳞洞 所谓鱼鳞洞就是用鱼身上的鳞片熬制的洞 夏天的时候用它来配凉菜很受大家欢迎 另一个拿手菜是红烧牛骨髓 这两个菜可都是荤菜 我不能做的 黄师傅 你考虑的太多了 这两道菜虽然都是荤菜 但主要的食材其实都是别的菜的下饺料而已 你想啊 我们店里每天都会烹饪那么多条鱼 而这些鱼的鳞片 即便你不做成洞 也会被丢掉 所以你制作鱼鳞洞并不算是杀生啊 老板 你说的似乎有道理 就是嘛 你的这道菜很受欢迎 而且你用废弃的鱼鳞做菜 根本不算杀生啊 红烧牛骨髓也是一样的道理 牛肉都被用了 剩下的骨头也是得扔掉的 但是你却能取出牛骨中的骨髓 并制作成美食 这也不算杀生造业啊 那好吧 我就继续留下来吧 不过荤菜我只做这两种哦 当然了 既然你学佛了 我就不会再让你杀生了 就这样 黄师傅在餐厅老板的说服下 又继续留了下来 虽然只负责做那两道菜 但每天也是很忙碌 因为这两道菜很受大家欢迎 这红烧牛骨髓真是美味啊 还有这道菜 鱼鳞洞 它真的是用鱼鳞制作的吗 当然了 这两道菜可是这家店的招牌菜 我每次来吃饭 这两道菜都是必点的 不过听说做这两道菜的厨师 有段时间差点从这里辞职 幸好他没有辞职 否则我们可就没机会吃到这样的美食了 全眼间 黄师傅又在这里工作了四五个年头 他再一次来到了餐厅老板的办公室 递上了辞职信 黄师傅 做得好好的你怎么又要辞职啊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老板 这几年我整了骨刺 而且越来越严重 最近痛得我都不能走路 我现在这个样子是做不了菜的 黄师傅 我也听说你最近身体不太舒服 这样吧 你先回家休息几天 说不定休息一段时间后 身体就会好些的 骨刺哪里是休息就能好了的 老板 这次我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黄师傅啊 你的那两道菜可是我们店的招牌 你要是走了 我们店可就没有招牌菜了 黄师傅 如果你真的想要辞职的话 那就请你把烹饪这两道菜的配方 卖给我吧 嗯 鱼鳞洞的配方 可是我家祖传的 这事得容我想一想 好吧 黄师傅 我等你消息 然而一周过去了 餐厅老板都没有等来黄师傅的消息 因为黄师傅他突然发病住进了医院 老黄你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啊 嗯 别提了 前几天我突然感觉身体起痒难忍 有时候痒的把全身都抓住血来 也不解痒 结果抓破的皮肤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医生检查出病因来了没有 还没有结果呢 唉 前几天 我被骨子折磨得痛不欲生 现在 突然又染上了这个怪病 我究竟做错什么事了 上天要这样惩罚我 你做错了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吗 老王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救你的 救我 怎么救我 你还记得我当初的那场因果病吗 因为我造业杀生太多 结果身体像那些被蒸煮的鱼一样 痛得我撕心裂肺 当时我还劝你赶快改行 可是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劝告呢 现在可好 你也遭受到了果报 啊 你说 我也是得的因果病吗 怎么 莫非直到现在 你还没有醒悟过来吗 你这也是得到因果病啊 这些年你做了那么多的鱼鳞洞 结果你看看你现在身上的皮肤 是不是和鱼鳞一模一样呢 真的啊 的确很像鱼鳞 难道这是真的 这世上真的有因果报应 当初我遭到了果报 劝说别人上膳时 别人也都半信半疑 直到果报降临到了自己身上 才后悔不已 更可怕的是果报都降临了 自己却还浑然不知 老王 我做的鱼鳞洞 用的可都是别人做鱼 剩下的下脚料 难道这也要遭报应吗 你有没有想过 正因为你做的鱼鳞洞 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 所以才会有更多的人 慕名来点这道菜 结果最后呢 那些鱼儿因为自己身上的鳞片 而丢掉了性命 还有你那道红烧牛骨髓 让多少牛儿在死后 还要惨遭碎骨取水 这难道不是你的错吗 我原以为这些年我诵经念佛 在餐厅里只做那两道不算杀生的菜 会给自己积下福报 哪知道我福报没有积下 反倒积下了一身恶果 没错 学佛之人杀生造业罪过更大 你也是对佛法了解太少 所以才会犯下这样的过错 老王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虔诚拜佛彻底放弃杀生 用自己虔诚的心和善行 来弥补自己过去犯下的错 当初我就是这样做的 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 每周我都会去河边放生鱼 当时我暗暗发愿 我过去杀了多少条鱼 以后我就加倍的放生回去 我明白了 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做那种杀生的事情了 餐厅老板一直想买下我鱼鳞栋的配方 那我就卖给他好了 以后我再也不做这道菜了 啊 你要将这个配方卖给别人 这不是让别人杀生造业吗 那些因此丧命的生灵能和你没有关系吗 对啊老王 多亏你及时提醒了我 否则我无形中又造了一大罪业啊 哈哈哈哈 做厨师最大的障碍就是杀生 杀生的果报数不胜数 如果能改行做其他不杀生的行业 或者改做素食利益众人吃素方便是最好的 如果实在做不到 一定要想办法尽量少造杀业为妙 否则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找上门来毁之万矣